罕见的巨口鲨6号清晨在花莲外海发现 海巡署东部分署表示说 花莲级的新生堡36号渔船 在今天早上捕获了一只已死亡的巨口鲨 返港之后也主动向花莲渔港安检所通报 而该查证之后 这一只巨口鲨体长3.5公尺 体重612公斤 由渔业主管机关采样之后 是将渔体交由船主送到宜兰来拍卖 花莲级新生堡36渔船 在6号早上6点10分 捕获一只已经死亡的巨口鲨 返港之后主动向海巡署花莲渔港安检所通报 那我们抓到 有渔民抓到巨口鲨的时候 我们之后立即通报 渔业的相关机关来做一个 葬梁的部分 它的体型重量大概多少 那今天这只巨口鲨体型约3.5公尺 那重量的话约600多公斤 那今年的话这算第二只 到今年为止是第二只 对对对 那常见吗 常见的 它巨口鲨的部分它不常见 对 所以一规定我们会要干嘛 一规定的话我们就是 一样通报渔业单位 然后来做一个查报的动作这样而已 黑潮海洋文教基金会执行长张慧均受访者表示 巨口鲨等大雪鱼类 并非渔民所主要的经济来源 应该加速规范进步 也避免地下化偷补的可能 现在只通报不进步 通报的动作形同虚设 环团虽然努力推动将巨口鲨列入保育内 但是政府脚步实在是太慢了 过去的研究 其实我们的国际期间里面有提到说 它其实很重要就是会随着黑潮流经我们台湾的东部海域 那它可能每年在春夏之交的时候 它会要回游到这个地方来 那所以如果说它是一个全球数量都稀少 而且是还没有被保育的一种杀鱼 可是它其实是在一个生态位阶里比较高的地位 所以我们会希望说台湾其实 为于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捕获热点 我们会希望说台湾能够主动在 鱼业法里面把它列入进捕的一个物种 海星署东部分署第一案寻对指出 行政院农业委员会鱼业署公告 巨口鲨鱼货管制措施 自民国102年4月1号起生效 因为若捕获巨口鲨 应该在防赶之后一天之内 应该填捕巨口鲨鱼货资料通报调查表 以传证方式向当地政府渔业署管单位 渔业署以及海洋大学环境生物 以及渔业科学系水产资源研究通报 完成通报之后 需留置鱼体24小时供指定学术单位 完成科学采样以及收集生物学资料之后 使得拍卖以及利用鱼体 记得终于环社报导